由王家卫监制张佳佳指导的贺岁爱情喜剧《百度人》将于12月23日全国公映 12月21日王家卫张佳佳协主演梁朝伟 陈一逊Angela Baby现身上海交通大学 瞬间引爆5000名学生 当天发布会现场特地布置成酒吧的感觉 希望把主创们带回拍摄《百度人》的氛围中 王家卫导演表示酒吧在片中是很重要的场景 作为电影中的酒吧老板陈默和客人玛丽 梁朝伟和陈一逊更是现场挑酒 两位男舍一出手便引得现场明媚疯狂呼喊 谈到片中角色梁朝伟透露自己是电影中金派百度人 很多人都在感情上有问题 帮助他们走出困局 在生命中重新找到希望 梁朝伟为影片翻唱了陈一逊的经典歌曲十年 他当天也自爆是Eason的歌迷 我觉得荣幸都跟与专民集合唱 然后我也是陈一逊的歌迷 我觉得荣幸都跟与专民集合唱的歌也很开心 其实我拍戏的时候 拍整部电影的时候 我会在角色里面经历了这个人物的一段的人生 然后当我拍完戏我就唱歌的时候 那种感觉很奇怪 很不一样 就好像你回头再去看这个人生的时候 你会 你唱的时候 我很多拍片的时候 有种画画面在我脑子里面出现 感觉很多无奈 还有很多期许 所以画来说是蛮不一样的 真的 当天最嗨的环节莫过于还原影片中的酒吧高尔夫 宝贝看到现场的杯子 回忆起拍摄的痛苦 王家伟随后则搭在Andrea宝贝拍戏很拼命 每天都喝好多好多 然后喝到肚子特别胀 我觉得我现在变胖的原因 可能跟当时喝太多有 哪有胖 身材这么好 现在来 书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它是要拼命